念很多的书 但是呢 实际的在实情 把佛法用在他的家庭 把佛法用在他对 嵌慧会员的所有跟他互动的方面 他的关怀 他的色受力 我想都在在让人家非常感动 尤其今天最主要是因为他家里面 比如说曾师兄他耳根有困难 那一段期间我也知道就是 秀梅有告诉我们家的状况 那面对了这样子的这个家庭的变化的时候 如何从师父的关怀 转变成一种力量 然后从这个谷底内再走出来 我想这是非常的感人 因为诸位佛法我们都知道 生命是无常的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如果是平常没有师父的教导 还有佛法的鼓励的话 可能一般人碰到这样子的挫折 就走不出来了 那我倒是今天有几句话要跟郑师兄讲 你回去再帮我幻影 就是人有六根 少了一根 起属是有生活的不方便 但是在修行上是没关系的 那个 这个师父的这个关于妙制 就是啊 他讲得很清楚 就是用耳朵啊 听啊 是听自信 不是听声音 所以啊 就是回去你帮我说 请郑师兄啊 就是耳朵不听 但是闻自信 好不好喔 我想一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啦 这是师父说的 不是我说的喔 各位有看这本书吗 这是《嫩言经》里面的喔 那如何从文字性里面 然后... 对 经人出版了喔 然后得到你自信的开花 放下自我的执着喔 所以 少了耳根 但是你可以从其他的根里面 捕捉到你的耳根的喔 那今天是很温馨的一个夜晚 大家觉得 欢喜吗 欢喜 我想从廖棉的身上喔 给我们很多的鼓励喔 我们再次的谢谢廖棉的 哈喽 曾经修好 再见 在今天结束之前啊 我做个小小的广告 下个礼拜很特殊 因为我们有国际学术会议的关系喔 所以我们是礼拜... 礼拜三是宜君方教授 他是我们哥伦比亚大学啊 那个... 圣养汉传佛学讲座教授的教授 他就是负责这个案子的 那他这几年来啊 培养了很多学生喔 就是把汉传佛学在日本... 在美国啊 做弘扬的工作 第二位是国古菩萨 大家都知道嘛 以前的国古法师喔 他现在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当教授 他是礼拜四 还有礼拜五是 Daniel Stevenson 他是美国 Consens大学的宗教学的教授 因为他们回来的时间很集中 那所以我就把它安排成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那... 欢迎各位啊 因为他们是从美国回来 很难得 我想是另一种空患 那... 希望... 祝贝菩萨能够再来参加我们 礼拜三晚上的圣会好吗 好... 今天就在这个地方 大家请起立 各位菩萨请合掌 向上疑问群 向师父疑问群 那我们向今天主讲的菩萨 廖美音菩萨 一问群 和弥陀佛 大家晚安